Hello大家好,我是小明 全球改在实际前发布了新款NAS DS1621 Plus 用于替代18年发布的DS1618 Plus 今年上半年发布的R20,420,920 基本上是例行更换了CPU 其中R20和420增加了NME缓存插槽 网卡万年千兆不变 整体上看只是挤了起牙膏 感觉DS1621 Plus也差不多 外观一毛一样 产品编号打上马赛克 根本分别不出来 CPU力行更新到了V1500B 等等 居然是Resin CPU 群晖居然用上了性价比王AMD的U 牙膏王群晖终于受不了 另一个牙膏王英赫尔了 喜大普奔 非常期待AMD的表现 先冷静下 把参数说完 V1500B是AMD2018年发布的 低功耗嵌入式处理器 是7款V1000系列 V2没有核显的CPU 具有4核心 8线程 频率为2.2G赫兹 没有锐频 TDP12到25瓦 没核显可能会导致视频解码有些问题 随后会测试一下 内存还是两个插槽 但是从1618的non-ECC升级到了服务器使用的ECC内存 ECC内存全称是Aero-Jecting Code Memory 翻译过来就是纠错内存 ECC纠错内存对于维持数据完整性非常非常重要 通过在内存条上设置额外的硬件 自动查错 大大减少了电磁干扰导致的数据崩溃的情况 对于像徐辉这种需要长期稳定运行的服务器来说 算得上是非常重要的升级 与非ECC内存相比 ECC内存通常更贵一点 速度也稍慢 但稳定性确实会有很大的提升 想要给1621升级内存的朋友需要注意 以后只能买高贵的服务器内存条了 接着看下硬盘插槽 数目没有变还是6个 多了两个M2缓存插槽 群晖之间没有开放M2硬盘作为存储空间的功能 感觉只做缓存是有一些浪费 4个千兆烤 3个USB3.0 两个EC的接口 要有连接超贵的DX517硬盘扩熔龙 1621最多可以插16块硬盘 配合新出的18T硬盘 最大容量可以做到惊人的288T 大概可以存5760部50G的蓝光电影 另外1621还有一个PCIeX8的插槽 可以插上面区的万兆网卡 正好我有一块华硕的C100C 可以用来升级下 其他方面则是升级了噪音值 由1618的23.7dB升级到了25.2dB 重量也提升了50克 推测是AMD的CPU比较重 群贵的包装盒近几年都换上了可降解的环保材料 非常之朴素 打开DS1621 Plus包装 让我看看都有啥 谁人看到的是巨大的泡沫和一个小盒子 盒子里有一根电源线 标准的国内电源接口 有两根网线 一串硬盘锁 一组固定2.5寸硬盘的螺丝 然后是产品说明书 作为90后一般都不看说明书 丢掉 把机器抽出来 撕下华丽的外衣 嗯 露出来傻黑的机体 摸起来像是金属材质 正面有很多LED灯 状态 情报 4个网卡 还有6个硬盘灯 机箱两侧各有一个群灰Signology的logo 这个logo看起来是通风的 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1621的屁股 接口比较多 刚刚都介绍过 这两个风扇是向后出风 Darker和虚拟机我用的其实不太多 4G内存散是够用 找了半天没找着M2插槽在哪 最后发现在硬盘第一个槽位的左侧 M2插槽预留的空间只有不到1厘米 想用散热片的话 需要注意散热片的厚度 正是开机前 先安装下AQC107万兆网卡 转下后边的螺丝 把机壳抽出来 外壳挺薄的 感觉不太对得起这个价格 傻大黑的内部 左边是250瓦的电源 中间是硬盘龙 右边是预留的PCIeX8插槽 但总线只有X4 拿出华硕的C100C万兆网卡 插入插槽 固定好网卡 然后盖上机壳 下部正是开机前还差一步 用过群灰的朋友都知道 群灰的回忆是真的多 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吸灰器 由于风扇是向后出风 所以1621出了后屁股 其他所有的位置都是进灰口 想要改善吸灰有两个方案 一是把群灰自带的风扇方向掉转 并在风扇进风口上贴上防尘贴 这个方案对群灰原始风道改变较大 有可能吹不到硬盘 导致硬盘温度过高 降低硬盘寿命 二是把所有的进灰口贴上防尘贴 主要是正面的硬盘槽 两侧的logo 在淘宝上有成品的防尘贴 但是价格居然要近百 买完1621的我是真的没钱买这么贵的防尘网 只好用之前机箱剩下的 自己裁剪一下贴上去 这里建议大家使用纸胶带 这个胶带不留胶痕 不会出现双面胶用久了 撕下来黏黏糊糊的情况 贴上之后改造就OK了 开机前要把硬盘插入NAS里 因为这台NAS未来要挂博克虚拟机软路腰 所以第一盘位采用了SSD固态硬盘 可以获得更快的响应速度 为了防止华硕的网卡不被识别 这里先插上普通的千兆网口 确保NAS和台式机在同一局域网 然后开机 电脑端从官网下载 Signology Assistant运行 搜索到NAS 开始安装全会DSM系统 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暂时没有安装DSM 7.0测试版 记得大概10分钟 直接进入NAS系统 网络界面这里发现 AQC107万兆网卡并没有被识别出来 我不禁对自己的手艺产生了怀疑 随后去官网查询了下 1621网卡兼容列表 只有可怜的5款 对比1621XS的10款网卡 我琢磨着可能是AMD的多 这5款里面最最最便宜的 就是群晖自家的E10G18T1 也很贵 但是为了上万兆网卡 而且怕AMD不兼容其他的网卡 人痛在闲鱼买了快二手的 心痛 网络界面可以看到 万兆网卡终于被识别出来了 打开巨型帧 速度基本上达到了理论之 完美驱动 开机后安装Docker 跑个分 Resin V150B 使用Geekbench 5 跑分结果显示 单核心603 多核心R19 而上一代DS1618plus的 单核心系多核心跑分分别是 335和124 相比之下 1621单核心增长了80%左右 多核心增长了81% 群晖今年的牙膏挤得真的是有点多 跑分差距这么大 AMD真香 趁此机会把920 1621XS 3018XS 一起做下对比 1621XS目前没有跑分 所以用的是CPU相同的 RS1619XS Plus作为替代 单核心方面 DS1621与1621XS和3018差距不大 只落后百分之十几 但对比1618和920强上不少 多核心方面 1621XS一技绝尘 秒掉了所有其他选手 1621排名第二 和XS差距越在19% 1618多核心性能最差 接下来就是测试下比较关心的解码能力 V1500B没有核显 解码只能靠CPU 用群晖自带的Videostation和第三方媒体服务平台Plex进行测试 在网页端播放4K蓝光铭铁侠 结果Videostation显示DDS音频5W播放 原本安装FFMPG就可以播放 奈何网上现成的FFMPG并不支持AMD平台 AMD的金融性还是有待提升 Plex进行性倒是很好 CPU的占用率大约维持在90%以上 播放画面没有卡顿 调整机动条会卡几秒 AMD的解码能力还是可以的 如果本地播放系可以使用硬解的话 1621的CPU占用应该不会这么高 总体来看 1621XS性能第一 但16000多的售价让人望而却步 1621虽然需要自己升级万兆 多个性能相比XS也差了一点点 但价格是真的香 视频解码能力也还不错 第一次让我感觉到群晖也是多挤了一点牙膏 随着AMD这几年逐渐的发力 英特尔的市场份额不断被蚕食 群晖这种老牌厂商也逐渐开始考虑AMD了 1621应该是群晖的试水之作 培椅性能又好 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产品采用AMD的CPU 估计到那会儿AMD的金融性也会大幅提升 相比前代 处理器性能提升了大约80% 升级的ECC服务器内存和扩展万兆网卡 6个硬盘位 还加两个AMD火线插槽 除了没喝险和支持的万兆网卡比较少之外 只要没什么大的bug 1621就是迄今为止 群晖最香的万兆NAS 注意是群晖的NAS 1621的价格还是不能和黑群比 毕竟人家是买软件送硬件 看到这里你有动心吗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下单了 另外要注意一下 群晖对渠道把控特别严 禁止低价买NAS 大家买钱资讯下客服 看看价会有惊喜 如果没动心 不要急 接下来我将用几期视频 教大家如何玩战NAS 像是虚拟旁路由 购买域名 外网DDS访问 搭建博客 远程迅雷 网盘同步 还要打造四人媒体中心 等等等等 我就不信 看完你不想买 好了 关于1621咱们先说到这里 视频发出来的时候 周春节应该已经过去了 在这里给大家补一个 中秋国庆双节快乐 另外给大家来个迟到的小福利 随机抽取两位关注我的朋友 依然将获得BB里小火箭豪华月兵一份 另一位朋友将获得星巴克月兵一份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想知道好玩有用的数码知识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是小明 拜拜